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班没有公开的旅游从业园 来到金字经广场 向内地游客示好 旅游业是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不过由去年九月开始 内地访港旅客人数开始下滑 今年头三个月 比去年同期跌了一成半 旅游业吹起淡风 连带影响零售业 以致整体经济 过往十年 香港旅游业相关收益 一直依赖内地客远 有业界担心 这种食老本的心态不改变 会阻碍香港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这里是红磡文乐街 俗称珠宝街 一向都是内地团来港救物的热点 去年2015年全年访港旅客人数 接近六千万 其中七成半以上来自内地 第一次来香港 对 山东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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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叶志伟做了导游十六年 他说这条珠宝街 可以说是叶街的寒暑表 旺的时候 那些团一车一车地进来 但自从去年年尾开始 已经风光不在 其实在这三个月里面 团量差不多少了八成 很多大部分的导游已经是失业 以我所知 有一些导游已经转了一行 我们都是做的时候才会有钱 没有做 没有新水 其实很多导游都水深火热 差不多已经是那些导游 叶志伟说 来港的内地旅行团 由平均每天300团 一直下跌至100团 自己带团的数目很不稳定 由一个月十多团 一直减到只有一两团 有时布团人数太少 很多旅行社都不敢接 16人我才拿到一个优惠的机票 那15个出不出好呢 我可能要欠钱 等到收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很迟了 所以很多导游 根本就在等 有没有团 公司收到邀请 才会找导游去带 所以说两三天 可能一天 要你带 我们也要终于带 叶志伟说 很多行家都熬不住 转了行做保险和试机 他自己家里有一对子女 手停口停 现在都感到很彷徨 本来打算熬到今年五一黄金周 希望情况会好转 但最后都只是接到一团 由山东来的火车专列团 这个团 还只是停留在香港一晚 专列就是包了一个火车 比如一个火车坐1,020 一台车去坐地 比如去湖南 去北京 上海 其实每年都有 但今年我知道 其实很多都不走香港线 即是直接走大陆的 大陆的线路 五一黄金周来港内地旅客 虽然人数比去年多了百分之七 不过有业界抱怨 黄丁吾黄才 广东道的名店 再没有内地客大排长龙 市道淡静 附近有不少药房 还要清货结业 我们每个巴士 都有一个案件 你每个月 你没有一个订的生意额 支持的话 你是连供这些上会钱 都是不够的 你见到我们这里 很多巴士都停在这里 是证明真是开工不足 经营出租旅游巴的袁徐江 原本车队有二十架旅游巴 在黄金周期间 车队竟然因为接不够生意 有超过一半旅游巴 都要泊在停车场 《十报》我估计 现在只剩两三成左右的开工率 现在都停在这里 车租不到出去 每个月还要给停车场租 现在他的公司 已经有一半司机 转了去开货轨车和开的士 他说政府即使考虑放宽一周一行 都只是针对自由行旅客 对造团的旅游巴没有帮助 都是在这儿熬着 大家都要碰到这个难关 看看什么时候可以过得到 这样的沿崖式下滑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令到很多计划性的东西 会突然间中断 例如我们想去更新一些新的巴士 或者做好一些服务 但是你看不到一个很大的前景的时候 你都不敢去投资 其实对整个行业来说 那个发展不是太乐观的 旅游业毕竟 酒店生意首当其冲 根据酒店业主联会的数字显示 今年一月至三月 酒店整体入住率跌了百分之八 而平均房价就大幅下跌近两成 这间位于九龙东的酒店 开业不够一年 本来看好内地旅客市场 会持续增长 但过去三个月 发觉旅行团的客量不升反跌 为了保持入住率 唯有减价吸引客人 他们说酒店业 开始进入割喉式竞争 国内团的订房都是十分差 即是接近五月份都不是怎么看到 会特别五六月 我们会推出一些优惠价 还有些接车的服务 我们都会做 即是机场接机 接来酒店 尽量能够做得到我们 尽量配合 经营环境大不如前 他们宁愿薄利多消 也不想房间雕空租不出 又计划在国际旅游网站 加强宣传 不再只是吸引内地客 东南亚可能佔我们5至7% 现在的走势似乎是 除了团之外 省客也有 用省客来取代了 很多都变成自由行 我们都在说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年老板了 因为香港始终是一个优质的城市 对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卖点 但卖点就不会是 美远都在高峰期 因为其他的卖点也会同时出现 等于迪士尼一样 今天香港有时 上海也会有 以早期东京也有 这个我们看到 所谓卖点 一定要如何保持它 不断的变化 以及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新的因素 才能够继续保持你的所谓竞争力 不然的话 我长期靠这些以前的卖点 当别人其他地方 不断向上发展的时间 我们的卖点就会落后于人 我就希望五穷六不绝 七可以翻身 如果我们香港没有新的景点 如果我们酒店的供应量 不维持稳定 就算今天突然多了两班 数字升了 下个月又会跌回 浮浮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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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香港很多问题都是不利的 例如人才会流失 我讲日本话的 我没有公开 我迫着去做 跟日本话没有关系的工作 那你突然间给我说回 我会不流利的嘛 我会不流利的嘛 香港的品牌和品牌 香港的品牌和品牌 是原本的品牌 不是偽造的 一、二、三 因為我們在印度中有很多新的品牌 最重要的是更便宜 因為沒有資料 訪港遊客當中 除了七成半以上來自內地 平均每年有一成半來自東南亞 是香港旅遊業的重要行員 導遊美珍帶緊的旅行團來自印尼 在吳一王今週期間 不少接待內地團的行家沒有公開 但是他就比平時忙 他說近年來香港的印尼團數量不斷增加 逗留時間也給內地團長 日本是四日三夜行程 經濟效益不容忽視 最多是印尼新年那邊全部放假 大部分來的一個家庭一個家庭 帶著子女 我試過印尼新年在手上三十團 在香港 懂得說印尼話 印尼導遊不太多 不夠人手 我們用英文界來幫忙 一、二、三、三 謝鑑亭是美珍任職旅行社的老闆 入行三十年 除了專門經營印尼團 間中都有接待內地旅客 他說過往十年由於內地市場蓬勃 很多本來做開東南亞團的行家 紛紛轉型接待內地旅客 令業界過分依賴單一市場 我自己估計這一兩年 對香港來說都是鹽東來的 所以就靠我們的東南亞的客人來支撐 例如菲律賓、泰國、印尼 希望香港政府在這方面 多多點功夫 令到香港的旅行社 可以更加有機會 再發展多點其他客員 旅遊業吹起淡風 業界急謀應對 做開入境接待的謝鑑亭 上星期和一班行家去廣西考察 希望發掘新商機 開拓埋出影團的業務 一個飛機有二百人 動車半個小時有一班人 而且它的鬧量非常大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前景 旅遊是雙向的 香港有人來 希望這邊的客人也來香港 謝鑑亭說 隨著網絡的發展 消費者上網買機票 訂酒店日漸普遍 旅行社中間人角色逐漸退息 營運日益困難 唯有積極求變 他說內地高鐵沿線城市附近 都有觀光景點 不過交通配套不方便 所以旅行團應該有得做 對我們來說都很吸引 如果它多些宣傳 我相信很多人都遠遠來 但這邊的設施 我相信會再加強一下 但我覺得往往我們香港 忽略這件事 我們有這樣的設施 但不會再進步 如果你再多些宣傳規劃一下 我相信會對我們更加好 政府耗資82億興建的啟德郵輪碼頭 在2013年中落成啟用 是近年政府振興旅遊業的大型建設 不過郵輪碼頭啟用至今兩年 帶來的經濟效益微如理想 交通配套一直為人救病 我們都已經很燙 我們都超激烈 就是你所說的 好 我們依然都是完全依賴 一條馬路出入 所以萬一是出了交通意外 或者交通宰室的話 都會出很多問題 我最怕就是客人回不了船 所以我都希望 可以盡快通所謂的D3路 就是一路交跑道那邊 去到桃瓜灣、九龍城 開了多一條馬路更安全 去年郵輪旅客的人數只有四十幾萬 佔整體訪港旅客人數不足百分之一 而碼頭的使用率 在過去兩年都不算高 去年只有五十六艘郵輪停泊 今年和明年 估計分別有九十艘和一百五十多艘 2014年郵輪碼頭總收入只得三千萬元 和預期目標有一段差距 最近才有第一家國際郵輪公司 宣布會在今年年底 開始以香港作為武港 我們為何要選擇香港為武港呢 我們瞄準的是有整個華南市場 只是廣東省一個省都已經一億人口 所以是一個非常策略性的部署 郵輪碼頭因為在啟德發展區 第一個完成的項目 所以在交通的配套設施裡 是有一定的限制 每一個旅遊的景區 多元化的吸引力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提到 例如一些來購物的旅客 現在我們都可以吸引到一些 看文化 看我們的特色美食的旅客 例如有些會展的旅客來香港 也有喜歡坐郵輪的旅客來香港 所以我們的方向 一定是在多元化方面發展 政府強調在今年財政預算案 已經增撥了2億4千萬 加強推廣旅遊業 除了舉辦文化體育盛事 也會以香港地道的飲食文化 作為賣點向旅客推介 這裏就是一個動漫樂園 是我們4月底開始的 灣仔茂羅街也有一個動漫基地 動漫基地和動漫樂園 配合起來 其實將灣仔打造成一個 動漫的旅遊景點 旅法局也會配合 例如有些手機的程式 去介紹這些灣仔區的地道文化 旅遊業和零售業純齒相依 隨著內地旅客高消費模式 有所轉變 專門針對內地旅客的零售行業 風光不在 政府數字指出 零售業今年頭兩個月 按年下跌13.6% 空置舖位越來越多 這條街最高租值就是這四個角 這間最高峰期賣二手名牌的手袋店 租金是達到一百萬的 暫時來計金舖位到期都會遷出 高峰期搶位最激烈一定是金舖 整條尼敦道已經佔了百分之七十的舖位 當時在西人賽街可以下一個位 可以下四百五十萬 今年都遷出了 如果香港仍然靠著用購物做賣點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大的 以前的旅遊就是坐一個旅遊巴 最好不用下車 看下就可以了 或者下車也是拍了一張照片 鬥相多 鬥誰拍得多 就已經完成旅遊活動 現在不是 現在旅遊已經傾向 除了體驗之外 有教育性 有教育意義 所謂教育 你會去學習一些東西 體會一些東西 麥呂明批評政府欠缺長遠規劃 建議成立旅遊局 有效地協調各部門 整合旅遊相關政策和配套設施 提升整體旅遊業的競爭力 只不過我們沒有心 還有沒有意向去做 加強是甚麼呢 將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城市之都 城市之都不是說出來的 是要做出來的 如果我們不進就側退 上海的迪士尼爾開了 北京的Universal Studio 就快發展了 對我們香港的旅遊界 非常之一個很大的競爭 香港的幾十年 一向都是飲食天堂 購物天堂 旅遊天堂 但我相信這個天堂 慢慢慢慢要退色 如果我們再吃這老伴 再不敢去發展 我相信這個老伴遲早吃完 我相信你